世界杯16强淘汰赛 克罗埃西亚对上日本 双方在90分钟正规赛 战成1比1平手 延长赛仍然分不出胜负 直到PK大战 克罗埃西亚才以3比1 战胜日本闯进8强 带你来看上半场 日本攻势不断 直到第43分钟 前田大然 起脚得分 但到下半场 克罗埃西亚佩里希奇 在第56分钟头锤破门 追平日本 比赛进入30分钟延长赛 双方都无法破门 进入残酷的PK大战 27岁的克罗埃西亚门将 利瓦科维奇挡下三球 帮助球队如愿晋级 也是史上第三个 在世界杯PK大战 成功挡住三球的门将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